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终于等到第三名捐水者 由于基因不完全吻合 一之后出现排斥 不幸的子柔在6月15号病逝 在生病的过程中 他鼓励了很多很多的人 对那希望在他走的最后这一层 还可以帮忙就是这些孩子 多一些捐水的人来帮助他们 让他们机会可以多一点 社福团体也建议 希望国内能比照欧美先进国家 征修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让法律成为最后的道德标准 如果比对完全符合的话 那我们应该给他应有的讲助 相对的我们也要求他 就是说能够有那一种 不反悔的那一种义务 对社会上亲友泪水不断 只能写下卡片祝福 而喜爱画画的子柔 留下的最后画作 均随这人天天快乐 希望能让更多人获得启发 记得旅舍莫钊全告诉我们报道 近年来医疗院所评传暴力事件 致使医护人员之间 兴起了学武的风潮来自救 不过有医护人员就认为 利用学习武术来防身 是很消极的方式 政府应该要将医疗院所暴力 纳入公诉罪 穿上道服和教练学习防身的巴西柔术 近年来医疗院所评传暴力事件 因为不想受到暴力威胁 有将医科医师和护理人员 只好学习武术来保护自己 十几年二十年来 真的医病关系不知道怎么样变了 所以医生医护人员没有办法 才一定要学一点东西来 不只是说练技术或技巧的问题 我想是一个防身概念的问题 防身是一个压制的技巧 是安全压制技巧 所以学之后在临床上是蛮好用的 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医师说学会武术在面对不理性病患或家属时 至少可以闪躲不会被打 根据卫生署的统计 从2009年到2013年5月 国内通报急诊暴力事件超过650件 但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非急诊室与未通报的件数 不过有医护人员认为 学习武术来防身是很消极的方式 他们希望政府应该将医疗院所暴力纳入属于公诉罪的刑法公共危险罪 在医疗的暴力方面能提起公诉的这一块 同时也要呼吁社会大众 在急诊的医疗人员 其实是一个高度专业高度风险的一项工作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高度的尊重 以及合理友善的对待 卫生署则说目前要求急诊室建制门禁管制等等都是避免急诊室暴力的方法之一 至于是否纳入公诉罪 最快年底前会召开公厅会 邀及法律专家与医护人员提供交换意见 借主要与林志坚刘汉林台北报道 中国维权人士陈光诚在昨天晚上抵台 传出情职单位掌握情资 有其他民间团体人士可能会干扰陈光诚在台行程 内政部长李鸿云表示 警方会维护陈光诚的安全 而他第一个行程就是要在今天举行国际记者会 中国维权人士陈光诚晚间抵台访问 来台第一个行程将在24号举行国际记者会 25号上午访问立法院并发表演说 下午由前副总统吕秀莲 与马总统的哈佛指导教授孔杰荣陪同 参观景美人权园区 26号访问民进党 并在下午接受公式有话好说节目专访 27号举行新书发表会 只有几天将和台湾各个NGO团体交换意见 并前往南台湾访问 预计在7月11号离台 不过却传出情职单位掌握情资 可能会有民间团体企图干扰陈光臣在台行程 现在警方除了将全程协助为安 就连陈光臣来台记者会与新书发表会 也都基于安全考量 罕见的要求媒体提供采访记者资料 我们跟警方协调 警方的确提醒我们 所有事情都要做到万全 所以就记者会要事先提供名单 对 就记者会提供名单 这些都是必要 主管治安的内政部长李鸿源表示 一定会给陈光臣恰如其分的保护 李鸿源呼吁台湾是民主自由的社会 应该包容尊重来访的人士 记者张雄 张子佳台北报导 再来看有生老鼠偷盗珍贵的块木 台中市和平警方接获献报 在中横公路上射了蓝检点 夜间飞车追逐了12公里 逮捕到了10名的生老鼠 同时还起出了改造枪支以及子弹 将它们一送发办 山老鼠在中横公路上 以100公里的车速冲过警方 第一个蓝检点 远景在和平分局前 设下重重路障 用车阵挡住去路 后游警车飞车追逐12公里 终于成功南下 打开护车式箱车内挤了好几个人 还有盗法的电锯加压马达绳索 以及裁切下来的扁薄树头 数留五颗 20号晚间台中和平警方接获献报 由山老鼠涉嫌盗彩 在中横上谷关管制区 切取扁薄等活块树根树柳 计划摸黑运下山 警方以口袋战术 成功逮捕到10名的山老鼠集团 其中有7名是越南籍的陶艺外劳 山老鼠的集团 上载开始上去我们的这里里面 去切我们这个活树的一个树头和树柳 就发现这道总共有两名台籍的人士 7名的外籍人士 山老鼠倒财五个扁薄树头及树柳 小的有足球大 大的有半个成人高 每颗价值至少万元起跳 这个山老鼠集团还涌枪自重 在车内起出改造枪械等脏证物 主席人是和平区的当地人 一年前才因为触犯森林法 服刑期满出狱 没想到又重操就业 证讯后已违反森林法 及枪抛弹药管制条例移送 介绍环境彭万群台中报道